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216章态度 李氏愣住了 他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中华灿 他现在等于已经说是下了逐客令 他尽管在圈子里名声不响 但好歹也是圈子里的人吧 中华灿难道真的一点面子也不给他 叶先生 李小姐 今天两位在这里所有的消费全部免单 这块玉髓现在是你们的了 中华灿不再理会李氏 他转身道 李氏吃了一惊 他现在才感觉到中华灿的态度似乎是有些不对头 他对眼前的这两个年轻人似乎是有点 恭敬 这不可能 中华灿可是港地富商 在港地有着无可比拟的深从 他为什么要对一个年轻人这么恭敬 他为什么要怕这个年轻人 现在丢面子已经不是大事了 他得弄清楚眼前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不得鸟起的身份 以至于让中华灿对他们这么看重 不必了 我说过 别人带过我东西 我嫌脏 李延心淡淡地说这 瞥了李氏一眼 然后转身就走 你 李氏感觉自己仿佛是被人狠狠地抽了一耳光一样 他脸上火辣辣的 中总 回头再联系 叶浩轩和中华灿握了一下手道 叶先生 晚上明珠会所有一个派对 晚上八点开始 届时请一定要去参加 中华灿道 好 谢谢中总 我一定按时到场 叶浩轩点点头 既然想在港地发展自己的产业 那到上流圈子里去看看是没大错的 叶先生慢走 中华灿笑道 叶浩轩临走时 瞥了一眼李氏道 你要玉水无非是想求子吧 恕我直言 你这年纪求子 真的有点危险了 你 你说什么 李氏吃了一惊 民间有待玉水 可生男孩的说法 但看你的年纪 今年快四十了吧 且不说玉水的功效 是不是有效 但是你自己的年纪 都是一个大问题 叶浩轩顿了顿道 年纪越大 生起孩子来也就越危险 而且 你的身体素质 本来就不行 想要孩子 掂量掂量再说吧 叶浩轩说完 转身就离开 留下吃惊的李氏 中总 他 他是谁 直到叶浩轩没了身影 女人才回过神来 但是叶浩轩早已经离开了 他叫叶浩轩 京城来的 也就是前几天在养生讲座上 制好了王老双腿的那个医生 中华灿淡淡的说 啊 是他 竟然是他 李氏吃惊了 他本来就想和丈夫一起联系上叶浩轩 请他帮忙看看身体的 没有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 而且自己把他得罪了 他和丈夫结婚十几年了 一直没能怀上孩子 到医院检查两人均没问题 而且搬了几次家 所住的地方 都是经港地战策大师看过的风水 囚子宝地 可一直也没有用 玉水囚子 是港地一位大师 对他说出的招数 所以 他就定了这玉水 但这些东西 可信可不信 之前因为风水的原因 那么折腾都没有怀上 他其实 也并不相信 一个小小的玉水 就能让他如愿 但是带上求个心安 他还是绝世自己找名医靠谱点 现在叶浩轩已经离开了 他想道歉也没办法了 他哀求地对钟华灿说 钟总 你认识他吗 你能帮我联系下他吗 李夫人 不是我说你 你的这个毛病得改改 钟华灿叹了一口气道 我可以帮你联系他 今天晚上有个派对 你也可以去 但是姿态放低一点 因为这是高人 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评判他 否则的话 你只会坑了自己 我们夫妇去年就没少碰壁 我知道 谢谢钟总 只要能让我夫妇怀上孩子 要我怎么样我都愿意 李氏连忙点头 他的医术你放心 号称起死回生 就看今天晚上你的态度了 钟华灿道 有些泄气地走出了商场 李延欣感觉自己的好心情被一个老鼠给坏了 美女 不要这么生气吗 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还要反过头来 咬狗一口不成 况且你刚才已经打他脸了 叶浩轩跑上来安慰道 生气道不至于 这种人现实中随处可见 可是我觉得自己的好心情被打扰了 李延欣有些差差不平地说 现在六点了 再玩会儿 我们一起去明珠会所 叶浩轩道 不去 到那里 肯定又是见到一群伪善的人 李延欣道 就当去见见港地的上流社会 没事 走 咱再去逛逛去 叶浩轩黑黑一笑 京城叶家 在一间 稍微显得有些偏僻的独立小屋内 叶连城正拿着毛笔粪笔集书 他写下一张又一张的字 这些字相当的潦草 别人甚至都看不出来他写的到底是什么字 由此可见他此时的心情并不是很佳 自从上一次的事情发生以后 叶连城就被老太爷关了三个月的禁闭 他一直禁足在这里 平时连个探视的人都没有 把一张写的根本看不出来字迹的纸揉成一团扔到了垃圾桶里 叶连城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他铺上一张宣纸 继续开始书写 但是他还没有开始 一滴墨水就掉落在了纸上 这一张没有用过的宣纸灯时废了 叶连城大怒 他猛地把授中的笔 置到了一边 然后抓起跟前的宣纸 撕成一团丢到了垃圾桶里 任何人被关在室内面壁 像是坐牢一样的待了几个月 心情都不会太好的 就在这个时候 门一开 何成安走了进来 看到室内的情形 他不由得愣了愣 然后笑道 表弟 今天日子到了 咱们一起去喝几杯去 叶连城没有作声 他淡淡地说 三个月了 是啊 已经三个月了 老太爷亲自交代下来的 我今天来 接你出去 何成安道 这三个月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发生没有 叶连城问道 没什么大事 医生不在京城 京城反倒平静了很多 何成安道 他根本就是一根脚屎棍 有他在 京城能平静的了才怪了 叶连城怒道 提起叶浩轩 他胸口骸 是有股难以抑制的怒气 之前他本想带上京城三杰 给叶浩轩一个下马威 但是没有想到叶浩轩手段这么狠 反过手来把京城三杰打成了京城三废 结果京城三杰中的燕十三彻底的死亡 而另外两杰智商的同时 也被家里长辈好好的教训了一顿 尤其是他当天没有保住三杰 所以 圈子里 现在一致认为叶连城不过是一头没有牙的老虎 平时看起来 挺嚣张的 但是真正到了事情的紧要关头 他根本不堪大用 所以原本想象叶连城靠拢的叶家嫡系 现在也渐渐的疏远他了 他现在几乎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了 何成安听这话感觉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要是叶浩轩是跟脚屎棍 那他们是什么 是屎吗 家里有什么大事发生没有 叶连城定了定神道 这个道没有 不过家里的人对表弟 颇有微词 何成安犹豫了一下道 没有说法反倒不正常了 叶家看这一片和谐 但案里却一个个都是有心机的人 他们就等着看我笑话呢 叶连城冷笑了一声 他转身到一边洗了洗手问 医生去了哪里 去了港地 听说港地那边有些事情发生 现在事情已经搞定了 何成安道 那他还没回来 想在那里养老 叶连城问 这个不清楚 不过我听说 他好像有意在那里发展自己的产业 而且收购了一家医院 打算把曙光医院给搬过去 何成安道 现在开起来了 叶连城反问 算是开起来了吧 但是还没有走向正轨 何成安说 那就好办了 让他开不起来 叶连城冷笑道 他现在要时不时的给叶浩轩制造点麻烦才行 怎么做 何成安有些不明白 杜河未断 积其中流 现在他还在发展期间 我们让他的产业发展 不起来就是了 港地人向来排外 我就不相信 叶昊轩在那里 能折腾得起来 叶连城冷笑道 他的双拳紧紧的握着 目光变得越来越深邃了 晚上八点 叶浩轩和李延兴 一起来到了港地的明珠会所 毫无疑问 这家会所 正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 来往这里的都是圈子里的人 非富即贵 不好意思两位 请出示请帖 叶浩轩和李延兴走到门口时 被一个保安客客气气地拦了下来 今天晚上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派对 索来宾客都要拿着请帖才能前来 而中华灿也只是邀请了一下叶浩轩 并没有给他请帖一类的东西 不好意思 我打个电话问问 叶浩轩笑了笑 转身走到一边拔通了中华灿的电话 钟总 我到了 但没请帖 叶先生请稍等 我马上下来 中华灿说完 连忙挂断了电话 片刻以后 他匆匆地跑了出来 叶先生 请 中华灿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这家会所 就是中华灿创办的 办这家会所的目的 就是让圈子里的人更好的交流 有句话说的好 有钱大家一起赚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在这里转一圈 你可能就会认识一些能解决这件事情的人 我会认识一下 那我会认识一下 这家会认识一会儿 这家会认识一下